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接一波 病毒的變異株四處蔓延 有些是坦剔, 害怕不幸就中了 有時大廈的東西很難說 共用設施的東西很容易 食肆晚市禁止堂食 幼時院小學、中學暫停面售課堂 健身室等處所停開 剛從回軌的生活 和稍微復甦的經濟再次受到衝擊 我們可以掙扎求全 現在連開門都不讓我們開的時候 連掙扎其實也掙扎不了 疫情一變化 我們馬上就要有緊急會議 由Alpha、Delta到Omicron 新冠病毒變種防不勝防 抗疫兩年 香港人仍然要繼續跟病毒作戰 兩年是長 無可否掙扎硬張 我們要有很多代價才能打得到這張張 最慘的是 已似得 突然說了一聲幾何食 人的心理是在這段時間最難接受的 我一直看著Omicron的進展 我們第五波,其實我們都是站回自己的位置 其實我們隔離病床隨時都準備好 廖維韜是律敦寺醫院傳染病控制統籌醫生 自從新冠肺炎爆發之後 這兩年來 他幾乎每天都風雨不改回到醫院 診治懷疑和確診的病人 在兩年前 即是2020年的今天 香港出現手中新冠肺炎確診 感染群組越來越多 律敦寺醫院接收了第一個 打邊爐群組的患者和家族成員 之後亦接收了北角佛堂 和酒樓聚餐感染群組 這是什麼個案? 是 其實這個去過北海滑雪 昨天開始滑雪,今天就飛了 最怕的就是第二波 就是從外國回來的那班 同年七月 慈雲山成為爆疫的重災區 經歷三波疫情 不夠幾個月,多間酒樓 宴會廳、舞廳和舞室 爆發第四波疫情 尿維吐亦診治過 跳舞群組的多個患者 一個最難長的自然 怕漏少許就可以失手 香港可能已經處於一個 可能發生第五波疫情的臨界點 現在應該是第五波的前奏 兩年過去,由國泰基組人員 引發的第五波疫情 月初在社區蔓延 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和阿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近日集中接收 和治療幾百個新確診者 嚴重的患者會送到公立醫院留醫 而一直在勒敦寺醫院抗疫的尿維吐 就忙著處理去到醫院求診的懷疑個案 你一有一個個案在社區發言組 一個新的群組 你發覺那個群組的家人 或者同事就立即衝來急診室 所以突然間你就會多了很多要測試 在這兩年來講 都是循環循環的 我經歷過這些 其實是一個工房大戰 你看得出敵人是甚麼事 雖然我們準備好了 但始終我們擔心就是 你防不勝防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進隔壁營 是嗎 廖維吐說 雖然目前香港已經收緊防疫 但是不少感染變種病毒 Omicron的患者病徵並不明顯 而且傳染力高 沒有穿到全套保護衣的普通門診 和專科醫護人員 很容易受到感染 它比較容易在短距離的空氣傳染 這是我們已經感受到的對手 第一是很困惑 第二是超強的傳播能力 你可以兩個月能夠席卷全球 這是無可忽視的破壞力 一月初 倫敦治醫院因應第五波疫情 在醫院裡的花園獲了一個位置 被醫護人員 可以在比較通風和空曠的地方吃飯 抗疫這兩年來 廖維吐因為擔心自己遇到病毒 會感染家人 所以生活作息 很多時都是一個人 去年第四波疫情之後 她從酒店搬回家住 但女兒就已經去了外國讀書 這兩年的室 當然少見了女兒 我們基本上都希望盡全能力 去保護香港 但始終的負擔永遠都會在 你永遠都知道病毒是會回來的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 多個屋苑和大廈也接連爆疫 其中至少錄得五宗陽性個案的 大埔美新大廈 部分單位住戶要撤離檢疫 在這座大廈的確有垂直傳播的情況 出現 剛才你怎麼會選中我們的大廈呢 當然有點害怕 我們不先清春也不敢開 是呀 因為D座和E座是共用一個天井 勤哥和太太在美新大廈住了36年 這個月,這裡先後發現多位確診者 全部都住在同座的D單位 雖然住在E單位的勤哥和太太 不需要撤離檢疫 但就要進行多次強制檢測 在強檢的這二十幾天 他們盡量足不出戶 你吃甚麼早餐? 西餐 麥皮 麵包 麵包 三餐,現在都送給我們吃 那麽其他世界我們有空 不出去農土那裏 去做運動 去做運動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美新大廈發生過毒診 那如果知道我們住在美新大廈的地方都到處走 我覺得不可以動 盡了自己做公民責任 就不要到處去 除了不會隨便出街 做夜更的士司機的勤哥 連工都沒有開 他說做的士這一行 搜停口停 知道大廈有人確診之後 他都掙扎了很久 最後還是決定不開工 現在暫時來說 我都不知道 究竟是自己有事還是沒有事 而且我們每個客人都不同 傳播的途徑都不知道 因為他坐了上車 下車就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很容易 你找不到那條路線 最好避免不要去做這個動作 武功開 唯有寄望政府會伸出援手 學會政府這陣子的防疫抗疫基金 主要支援食肆、美容、健身中心 和旅遊業 的士業界榜上無名 勤哥慨嘆 自己因為強檢不敢開工 而其他夜間行家 也因為食肆禁止晚市堂食 生意額大減 現在沒有堂食 六點鐘就下班了 你看現在幾點 現在好像五點兩鐘 就好像 我剛剛才交交 四點半交交 最多五點 五點兩鐘 你看街道都沒有人走 是不是 你說有沒有生意 所以呢 現在就 淡了 找不到吃 來吧 先做了安心出行 然後怎樣 在美新大廈登記處登記 自從1月6日 美新大廈發現確診個案之後 勤哥和太太經常要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 今天是第五次檢測 我一定會擔心 當然有 第一次檢測的時候 我那年不是太擔心 第二次檢測的時候 好像真的要殺到來了 應該越來越安樂 越來越安心 沒有問題 現在我覺得… 我以為我感到心性 我以為我希望到尾都沒事吧 在等待檢測結果的日子 勤哥最享受的 就是每天和太太檢測完之後 走回家裡的這段路 剛才走過來也要十分鐘 還是要自己伸展一下 見花草樹木人會舒服一點 起碼有些風吹下來, 對吧 也會舒服一點 這段月情 整個香港好像被困住一樣 每個人都希望沒有甚麼束縛 到處可以去走走 希望… 現在過年了 過年也希望可以自由一點 是吧 是的 是的一件事 回想起大廈被圍風 鄰居撤離的一望莫景象 勤哥和太太也有一個心願 看到他們整棟樓都沒有人住 也有些傷感 希望他們快點… 是呀 希望他們快點… 快點回來吧 是呀 希望日子快點過去吧 每個人都身體健康 是呀 像是一樣的 我們這些… 我們住得在很平靜的地方 其實… 是我們安排的安排的安排 這個疫情對我來說 是一浪接一浪地掩蓋上來的 自己真的要有很堅毅的精神 每天繼續繼續 我每天 Tamira是前國泰港龍的空姐 2020年底她被公司遣散後 腳踏實地找到零一份工 每天早上她都跟其他打工一樣 要逼地鐵 為了押止疫情 政府收緊外防輸入的防疫措施 國泰於是容許客機空中服務員 以客機去、貨機反的方式 只需要回港之後頭三天進行醫學監察 結果在去年年底 有機組人員沒有遵守家居隔離指引 引發香港第五波疫情 政府一直堅持以個案清明為目標 Tamira覺得香港的航空業 短期內無法復甦 她的丈夫本來是香港的航空公司 負負責培訓機師 在失業一年之後 她在去年選擇去到越南的航空公司工作 我真的沒試過跟她分開那麼久 其實是困難的 孤單好想有兒子, 都唯有接受 在航空界裏面所有的專才 所有的機師長大部分都會在對外找機會 因為只有在不是清零的國家 是共存的國家 你才能找到機遇去找到工作 至於當了空姐, 接近三十年的Tamira 就選擇轉行 以前我的感受就是 我想乘客知道他們是全身的 我接下來的工作也是想這樣 希望跟客人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和互動 這一年多以來 Tamira重新打造過一間高級餐廳 現在她去了一間私人會所做管理工作 她依然希望為客人提供有質素的服務和體驗 不過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後 政府收緊限聚令和禁止晚市堂食 Tamira和其他餐飲業處所的管理者一樣 都忙著想方法應變 越做越能熟習怎樣去做 一直以來都是不斷地去想 可以令到對生意的影響減到最低 但是也不希望犧牲到員工 較早前很多人會說想做戶外的體驗 但是如果現在的新聞是這樣 你就算做甚麼公開 他們都會擔心健康 就算是在想是怎樣可以四人一聚去玩 都不會有人出來 每一次的時間 政府是不是又會幫助呢 但是這次幫助又可能幫助不了那麼多 因為已經去到第五波 正式開張都是其實前幾天的事 現在是掙扎著身處 這間是尖沙咀的健身中心 以一對一的訓練為主 老闆阿東要求客人要事先如約 以控制人流和社交距離 但是他沒有想過籌備了大半年 今年1月2日才開張的健身中心 開了不夠一個星期 就和其他健身的處所 被政府勒令停業到農曆新年之後 其實是跟隨政府給我們的知恩 甚至我們自己都添置了一些 食環處認可的空氣清新機 每小時達多少換氣量 由衛生署的牌照 阿東以前是香港泰拳代表隊的成員 曾經代表香港出戰國際泰拳賽事 亦做了健身教練十幾年 他說這兩年的疫情 不少行家都已經轉行 因為自己都是打拳和做運動 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全部都是自己不斷努力訓練 叫做衝破自己的困難 本身都是想將這個精神 教給不同的學生 我們上兩年有半年沒有公開 見很多行家有些倒閉 很多都是靠自己的積蓄 甚至可能有些會是 去借錢渡過 這些飲食廚所 你會看到一百平方便會有二十萬資助 去到四百平方到七百平方便會有一筆過四十萬 但是我們健身中心 沒有計算多少平方便會 政府2020年起 多次推出防疫抗疫基金 資助受影響的行業和從業員 阿東也有申請 但是他說在一月中公佈的第五輪資助 自己這間五千呎的健身中心 和其他幾百呎的健身室一樣 只是有一筆過五萬元的津貼 無奈地都要面對怎樣去生活 或者怎樣經營 就叫無奈地要在公園上堂 可能天氣冬或者下雨 這些我們要找個地方 有遮瑕頭去上堂做運動 我想這兩年在香港受疫情困擾的行業 大家都很辛苦 都是好像我們以前做運動的時候 這樣說要咬筋牙關 我不會打比賽就覺得輸得硬 那其實一定會打 疫情一埋,籠罩香港各行各業 香港人除了要面對漫長的經濟寒冬 也由當初對疫情的惶恐和不安 變成今天要跟病毒打持久戰 因為這些標誌 我從三十多年來做過的醫院 在醫管局服務三十多年的醫生 陸志聰去年榮休 在退休前,他是港島東醫院聯網的總監 2003年沙士,他亦都在第一個源頭爆發的廣華醫院 以及專門接收沙士病人的馬加列醫院 擔任管理等工作 03年抗疫期間和之後的那一年 陸志聰分別寫了兩封信鼓勵醫護同事 他說經歷世紀疫症,社會元氣大傷 而在今次的新冠疫情 不少香港人都已經出現抗疫疲勞 那時候,那種死亡的威脅 其實我相信今天都有 但跟那時候是沒得比的 今次都好像一百馬荔蟲一樣 想放棄 現在其實因為太久了 如果疫情長期都這樣 慢慢跌 其實大家容易去接受 最慘就是這樣之後 去到差不多,已經似得了 突然間恢復了一聲,挺可惜 其實今天就是這個階段 就是最危險的階段 就要處理這段時間的心情 這些對打氣來說都很有用 在疫情去到某一個位置 剛好少少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跟沙擊灣附近 一間餐廳做些事 去多謝醫護人員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港島出現多個感染群組 陸志聰帶領多間醫院抗疫 為一群醫護安排好裝備 和不同崗位的工作流程 他覺得無論抗疫戰 還要打多久,有多難打 人的心理質素同樣重要 日子其實挺難過的,老實說 每天都有不同的壓力 突然又有些額外的東西出現 我們現在這裡,為多利亞港 幾十年,很多風浪我們都經歷過 現在也是其中一個風浪 是要自己放輕一點 聽多一點 我有苦水,我告訴你 你有苦水,你告訴我 我是有信心 我們有辦法用科學 去戰勝疫症 其實抗疫永遠都會付出代價 才可以成功 我們很希望我們繼續積極地打針 和繼續抗疫 一起捱過那邊的時光 一定會見到曙光 整個社會都在習慣這種生活的形態 怨就沒得怨 只不過是究竟身處的社會 你怎樣去尋求機會 我打給你 我打給你 你打給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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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